到台湾日本料理高流 关西料理含冗90分 随口人煮文料料 跟它出名大饭店 邀请日本以北欧 大饭店的头点来到台湾做客 跟上次大点的日本关西料理 煮给人家吃 三次外面含冗90分钟 这个开口随口人 笑这个顶料料 肉食头清的这个杀西米 还带到这个铁蜜 还有蕾蜂皮 包玉米做的西瓜开米菜 这种很优秀的吃食料理 免着婚姻去日本 在家里出名的饭店 就能吃到 我刚看到它的白饰配色 就十分的吸引人 透过天然食物的这个食材 跟道大作为 和这个白饭的设计 要让吃食材在家进行 先来一丁这个食材的香烧 非常清爽 而且这个鱼肉 它的份量也很足 就是一小碗的汤而已 鱼肉很足 先把鸡蜜汁吃一嘴 海鱼的鲜甜 随在嘴里发开 鱼肉是真求心 让人这样吃到就漂亮的记忆 自己这间饭店 和日本的业者合作 邀请饭店的大塞 来台湾撒出 很大的这个日本关系料理 除了要学日本大塞的手机 更重要是要包含 内涵的精神 我们要办这样活动 也不是为了赚钱 那我们是为了推广 我们日本料理在台湾 让我们台湾人知道 日本料理的精致度 像实材和餐厨家 其实都不可以吃菜里 三天含量九十个来提炎 这个开放就都唱了 如果没唱到的 也不用庆心 饭店整个人说 在未来这些料理 都会在餐厅来供应 民众可以首先来作文 记者终会报到